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期关于Cloud NS的域名解析的视频 大家都看了没有 有一些小伙伴和罗叔说 无论他怎么换IP都无法注册这个免费的域名 那么不用着急 本期罗叔将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二级的免费域名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 说干就干 大家好 看了上一期关于免费域名Cloud NS申请答疑的视频 有些朋友因为IP地址问题而无法注册 在这期视频当中 罗叔将为大家介绍一款任何IP地址都可以注册的免费域名 我是老罗 大学生们喜欢叫我罗叔 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级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各位打造数字生活 数字生活 关注老罗 大学生们总爱私信老罗说 罗叔 我刚知道你的频道错过了很多精彩怎么办 那如果觉得好请点个赞 觉得可以订阅一下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 时时听送小铃铛新视频一出立马把你的召唤 本期视频是介绍2024年最新免费域名申请攻略的 这是视频的一篮包括注册前的材料准备注册的流程概述 注册的过程演示以及本期的重点回顾 好我们现在讲一下2024年最新免费域名申请的材料准备 首先网络任何网络都可以 邮箱任何邮箱都可以 但是你最好使用自己的经常使用的邮箱不要使用这个临时邮箱 有可能会找回密码什么会相当麻烦 第三个就是写邮件 因为需要用英文写一封邮件去手动申请开通二级域名的权限 如果你觉得自己英语不是太强 你可以借助这个谷歌或者是叫做gbt都可以完成 这个对大家来讲这不是太难 第四个是解析域名 这个在上一期视频当中我们已经很详细的讲过如何去 把一个二级域名解析到Cloudflare上面 所以必须在Cloudflare上面解析这个二级域名 然后验证此域名 方便激活后通过四级域名来使用Cloudflare的Workers 第五就是耐心 这个是经常说的 稍安勿躁 有情提示 任何网络和免费资源的注册都有其时效性 在使用上有其局限性 更不能保证如同收费资源的流畅性和舒适度 我们仅在此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 既然完全满意 那你就可以花钱购买收费资源 罗叔在这完全理解啊 如果你觉得不好 那你可以止步于此 最后提醒一下 对于本频道的所有视频 根据时效性 会在视频下方创建一个置顶评论 用来及时更新内容发展变化情况 请大家及时关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好 我们这里详细介绍一下2024年最新免费预名申请攻略的流程 首先A注册账户 你先要在预名的网站注册一个账户 你只有注册账户才有权利使用二级预名 但是你注册账户之后 由于预名被滥用 所以讲你需要用英文写一个邮件 给网站的管理员去激活你的二级预名 所以你的态度要很诚恳 浅长则止 罗叔只是说我只要申请一个预名就行 但是管理员回邮 很大方的给你五个预名使用 就到了C 在Cloudflare中绑定预名 上一期视频和上上一期视频都有说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比较详细 一在Works中验证预名 本期验证预名的过程中 在C部分 我们加强了一个用CNAM解析的一个步骤 所以呢 在第一这个Works验证预名中 就相对的讲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把通用这个主预名 给它验证通过 之后所有的次级预名 其实你不用管它 这状态是否代验证 其实就已经使用了 所以这里也要感谢 罗叔提及群中的小伙伴 包括点啊 文首啊 Lisa啊 宏大江等 在这里就还有更多的伙伴 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非常表示感谢 因为 正因为有你们提供的帮助 所以才有本视频 本视频是大家共同的结晶 所以到了E E这里 我们将为CF的Worker添加预名 因为前面已经把这个预名验证成功了 主预名 那我们将使用它的子预名 或者讲次级预名就比较简单了 大家对子预名和次级预名这些概念还是不清楚的话 可以看上期的视频了 只是预名不同 但是方式是基本相同 这期的方式是更加简单便捷一点 所以当你在E这个条件下 此时你就可以为 任意添加的Worker添加任何的次级预名了 无论次级预名的验证状态显示什么 那你都可以进行使用 无需担心 至此呢 你就可以好好享用自己添加的科学上网节点的乐趣了 这个就很容易成功 不是太难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 我们先在这个网站上面 desec.io create account 浮测一下 用一个邮箱 选择no i will add one letter 最下面一个 然后就填这个 验证码 勾一下 sign up 验证码错误 重新来填一遍 m39n 好了 跟你讲 感谢你对他这个网站感兴趣 邮件出来了 这是第一封激活邮件啊 激活邮件的链接点了之后 它会显示 它会教你从邮件里边再教你怎么样 设置你的密码 再进邮箱啊 还要进一次邮箱 好 又来封邮件 这封邮件的链接就是要设置一个密码 好 我们在这里输入我们要设置的密码啊 在这个desec.io网站啊 好 输入好密码点submit 好成功它将你的密码已经改变了 这网站还是比较奇怪的啊 两次才行 好那现在就输入我们刚才注册的邮箱 再输入我们之前 重设过的重置过的密码登录 好登录进来之后 在这个domain management下面的加号 找一下这个加号啊 加域名 咦 不行 have zero of zero domain left 没有 没有了啊 要找这个管理员 去联系 才能提高这个数量啊 他现在有limitation 好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图的一二三 三的位置是邮箱啊 罗叔就给这个邮箱发了封邮件 提出需求 最后呢 很快啊 一个小时之内就给予了答复 给了我五个域名 其实罗叔只需要一个域名吧 好 那我们再登入 这上面其实有说 要写邮件啊 好 你看啊 五个域名给我们了啊 好 那我们先 罗叔只需要一个域名就可以了 对吧 潜尝则止 做人不能那么贪心 好 就点一个罗叔 点 d1dyn.io 啊 记得后缀啊 d1dyn.io 好 一定成功添加了 我们是用拼音的罗叔啊 好 好 添加好之后 我们要对这个域名 二级域名进行解析啊 先把它的两个这个叫 host name 给它换掉啊 换成cloud flare 好 在cloudflare里 你看啊 已经有一个安靠罗了啊 所以我们这个用罗叔来解析 好 罗叔 放进去啊 好 点击下一步 我们选择这个免费的套餐啊 招安勿造啊 好 点continue add records later 好 看到这两条 nameservice啊 两条ns记录 好 把它替换掉 这个跟上一期视频讲的 好多的ns有点不一样 后面加个点啊 大家看域名 加好之后要留个点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第二个 从ns 也给它放进去 好 复制粘贴 粘贴之后 记住加个点 好 有了点之后 就可以保存了啊 点这个绿颜色的 小软盘啊 保存 保存好之后呢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啊 我们这个跟上一期不一样啊 快速的来解析啊 我们加一个 C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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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CNAM 这是也是 这个罗书群里面 这是一个画一个信号啊 把ns 第一个ns的服务器放进去 后面记着加个点啊 点save 这是一个信号 好 save 这也是罗书 pg群里边 点 这位网友提供的方案啊 可能很快的 就可以解析到 这个 就可以使用这个刺激域名了 无论多少刺激域名 也不要重复的添加ns记录 就比罗书的这个方 之前的方法要好不少啊 我们当然要用最先进的东西吧 罗书也不是老顽固 网友有好的东西 我们就要推荐网友好的东西 这是一个分享的事件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啊 好 我们现在来刷新一下我们的 Bodflare 你看这个域名 罗书.dedyn.io 还是pending啊 还是pending 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加入罗书的 TG群 提供更多更好的解决方案 罗书是很欢迎的 众人食材火焰高啊 好 我们在邮箱里收到邮件了啊 这个罗书.dedyn.io 这个二级域名已经在 Cloudflare里面激活了 看一下啊 Active 活了啊 Great news 就是 活了 绑定好了 好 活了之后 那我们就要看 Workers and pages 我们之前已经做好一个Workers啊 叫Friends 在罗书这里都是朋友 所以做好一个叫Friends 好 那我们只需要来绑定这个 罗书.dedyn.io的域名 我们再用个影子域名啊 影子域名还是需要的啊 不懂看上一期视频啊 0.罗书.dedyn.io 好 影子域名啊 要影子域名来了 添加好 看到最后啊 因为罗书测试了很多域名 好 这个是最后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子域名 无法打开 这就是任何的新域名最初始的状态 没法用 证书状态呢 初始化 那我们再打开 证书 好 我们可以看见 下面这个是通用啊 Universal Universal是通用啊 通用 我们现在 只要把通用的这两条 txt的记录 放到这个 desec的网站里面去进行一次验证 验证通过 这个主域名通过 就搞定了啊 好 把txt 选择 域名这个头放进去啊 cme challenge啊 把后面的值给它复制一下 好 填到这个content里面去记得记得啊 前后加引号啊 领刀冒号啊 我以前有个小品叫领刀冒号 冒号啊 两个引号啊 好 前引号后引号是英文的啊 不是中文 好 我们再复制第二条txt 由于这个头是一样啊 所以我们就简化了 也不需要再加一条 直接在下面有个add address value 直接把它粘进去就行了 头是一样嘛 那就后面两个值给它粘两条不一样的值 记得加引号啊 英文的引号 不是中文的啊 好 好 保存 好了 这我们就完成了验证这个 股域名 通用啊 universe这个过程 我们就等呗 现在还是pending validation啊 刷新一下 还是这个样子 上面这个影子我们就不管它了啊 高级这个啊 advanced这个就不管它了 只管下面这个啊 再刷新一次 还是没有啊 大概等了15分钟 罗叔 刷安物造 耐心很重要 等它个15分钟啊 再刷新一次看一下 有了啊 active 激活了啊 你被验证了啊 通用被验证 后面过期时间都有 好 我们再刷新一下啊 好了 影子域名现在可以用了啊 好 但是它的状态还是这个 呃 代验证啊 中文叫代验证 英文叫pending validation 好 不急啊 我们再看 我们在walkers and pages里边 friends 下边 自定义域名 我们再加一个随便加啊 这个就开始随便加了啊 影子是零啊 这个随便加 好 罗叔加5个8 点 罗叔点 d1dyn.io 这是随便加的啊 并没有在两边进行ns的任何解析啊 随便加 好 好 压进去 翻到最后一页啊 好 看一下啊 5个8的出来了啊 5个8点罗叔点d1dyn.io啊 这里还是 对吧 多数化状态呢 有能用了啊 这就能用了啊 所以还是很感谢这个 叫点的这个网友啊 在罗叔的提计群中 他提出了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罗叔代表这个广大网友感谢他啊 好 我们再来一个啊 666 老六点罗叔点d1dyn.io 好 我们再放进去 我们并没有在两边进行ns的解析啊 好 我们先来看看 一样用 对吧 一样用啊 实用主义啊 可以用就行了啊 但是他状态 你看还是粗屎化啊 再验证 证书 对吧 能用就行 我们就是要快刀斩乱麻 解决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证书啊 我们看啊 666 888 88 啊这个跟影子 零 点罗叔点d1dyn.io 都是代验证啊 不管他啊 其实都可以用了 你代验证就代验证吧 我们只要保证 通用这个universal这个 active 解析成功 好 我们这里说一下 本期视频 2023年最新免费域名申请攻略的重点回顾 我们讲过了这么多之后 我们来回顾一下 大家来拎一拎啊 总结一下 首先呢 注册账户 并用邮件 激活域名申请 这是很重要啊 账户注册需要邮箱 对吧 注册好之后呢 它是限制你注册域名的 那你要再发个邮件 英文邮件发给管理员 让他帮你开通这全线 对吧 稍微动一下手就行 也不是太难 翻译不行 用谷歌翻译啊 对吧 加到gbt 都可以 第二个呢 在cloudflare上绑定域名 并通过work 添加域名的功能验证 通用主域名 这个就是把主域名验证好 后面的刺激域名基本上全部激活了 这个就不需要管它是不是 代验证还是验证通过了啊 这就可以用了 我们是实用主义 看这些标识没有用 可以用就行 最后一个就是当通用主域名激活后 就可以随便使用任何刺激域名了 无论是代验证状态 也是可以使用的啊 这个就不用管了 之前这条也说过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